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博哥在线吹牛 王一博反手就是一个吐槽 师徒情可见不一般 热烈拍摄现场 黄博在线吹牛 没想到引来UNIQ王一博反手一个吐槽 着实被这师徒情给整笑了 最近热烈剧组更新了拍摄花絮 预告片一早就上线了 剧中黄博跟王一博饰演一对师徒 剧中博哥可是给王一博饰演的街舞少年陈硕 画了一个超大的饼 让这个小子没少吃苦 一般各种的打工赚钱 一边还要为了实现街舞梦想而努力拼搏 拍摄的过程也是相当的具有挑战性 毕竟有黄博的加入 再加上这是一部清喜剧 自然有很多的搞笑场景 在剧中拍摄的过程中 片场的互动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了 在其中对戏的一个片段中 没想到剧中的师徒 吐槽起来也是很有爱和谐呢 故事是这样的 剧中呢 王一博要做一个倒立转头的动作 博哥看到后 忍不住吹牛起来 说自己跟他这么大的时候 倒立转头起码来回转上五十个 手比腿都好使 当时人称大钻头 这吹牛的节奏 配合博哥地道的山东方言 说出来很有喜感了 这个时候 更有意思的是 王一博听到后 立刻给了一个回应 那 发亮不应该呀 从小这么厉害 起步转秃顶了 句号 这话一出 现场直接笑喷了 真的如同博哥说的那样 的确早就秃顶了 怎么可能拥有如今博哥这个发亮啊 不愧是王一博 想得果然就是不一样 这个脑回路也没谁了 本来想吹牛一番的博哥 听到好 也不自觉地哈哈大笑起来 突然想问 难道如今博哥的头发是假的吗 瞬间现场有点莫名的尴尬 只能说 嗯 王一博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们都懂得 你们的互动模式 真的是相爱相杀的节奏 这对师徒之间的感情 也是没谁了 估计在王一博心里 他是这么想的 你给我画了一个这么大的饼 让我为了追梦 努力干活 就不容许我吐槽一番吗 这部剧真的很有看点 清喜剧的氛围 让人在开心大笑中 收获无限的精彩故事 感动的同时 还能留下欢声笑语 这才是好的故事 好的作品该有的表达方式 其实从片场的互动可以看得出来 氛围是很和谐的 这个剧组都在状态中 从导演到演员 都街舞饭十足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 呈现了街舞该有的样子 通过预告片 我们看到了接地气的王一博 很真实 从妆容看 并没有我们看到那种夸张的装扮 反而更随性 现实生活 甚至有点拉里拉他的那种人间烟火的气息在 再加上王一博从说话到表达上 都是那种实诚的人 虽然话不多 但是出口就自带幽默感 还是很有剧中的喜剧色彩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